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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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同仁进行了交流 那么这家机构呢 在北京 每周六的下午 有一个公益的 弟子规读书会 那么我也去参加 后来呢 11月份就是2008年 11月份又到青岛 到我们这个大洲举办的弟子规 一个第一节论坛 那么学完了之后呢 我就对弟子规 就有充分的信心 非常相信 回来之后呢 又把弟子规 好好的做了研究 把我们所有有关弟子规 讲座的这些光盘 这些图书 基本上都看过了 所以在那次会上 我就发了一个愿 我一定要在教育系统 去推广弟子规 在全国的中小学 幼儿园 去推广弟子规 那么这个愿呢 很大 那么能不能做到呢 这个当时呢 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觉得非常好 所以就想呢 是不是可以 利用自己工作的机缘 去做这样一项工作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和各位汇报 从那以后 我做了一点工作 那么08年10月份 回到北京以后呢 我就在想 在教育系统 怎么样能够推广弟子规 那么怎么去进入 我们这个传统的教育 这个体系 那么后来呢 经过思考 也和很多专家 和很多领导 进行了探索 后来呢 我们就 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那么就把弟子规 立项为 国家级科研重点课题 那么这个呢 是在我们 2008年12月27号 立项 到今年 就是2009年的3月份 立项为 中国教育学会 科研规划 重点课题 我们就是用这个课题 现在在全国的教育上 来推广 弟子规 那么我 为什么来做这项工作 这里边呢 要讲一个 缘起 我想呢 把为什么 做这个工作的缘起呢 向各位做一个汇报 那么我呢 因为过去是在教育部 下属的一个企业 做教育 培训工作 从94年 中国人民大学 这个毕业之后呢 我到了这所企业 去工作 一直是到2003年 十年的时间呢 是做教育培训 就是给全国的中小学校长 幼儿园的园长 包括呢 老师 做各种各样的培训 每年呢 我们有五六十场会议 大概每年培训 校长 教师 有一万五千人 那么2003年 7月12号 我呢 因为孩子 教育问题 那么那个时候呢 孩子正式上初二 那么暑期 我经过思考呢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原因 包括身体啊 还包括我们 这个其他一些原因 我呢 就放弃了工作 一心一意呢 来带自己的孩子 用了三年的时间呢 使自己的孩子呢 在学习 在各方面吧 还应该讲 还算不错 到2008年 去年呢 孩子呢 这个 以非常高的分数 就是北京 超出我们重点分数线 98分 进入非常理想大学 那么第三年呢 自己陪伴孩子成长 有很多新多体会 当然从经济上 因为我所在的企业呢 这个非常特殊 是一个国有民办企业 是由我来控股 那么教育部呢 占20% 我当时呢 每年的收入呢 几百万是肯定有的 所以三年 从经济上 许识有大概 一千万左右 但是因为三年 陪伴孩子成长 我自己的愿望 实现 孩子呢 也非常 这个 也比较满意 那么这三年 我大概做了 有十几万的笔记 也做了很多记录 那么就对孩子教育呢 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同时呢 因为这么多年 是做教育培训 所以全国各地的 教育专家 包括德语教育的专家呢 这些课 我每年大概要听几百场 所以对教育呢 应该说 自己认为 比较了解 那么三年下来 陪伴孩子呢 最后呢 我在08年 9月份 看到蔡老师这本书以后 我就看弟子归 我这么多年 带孩子的经验呢 只是弟子归的三句话 那么这个呢 我在带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 我也在想 现在的孩子这么难教 用什么方法 帮助他成长 那么当时呢 是自己根据欲望经验 根据这些专家的一些理解 我当时呢 这个 比如说 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 这是在04年10月份 我大概已经有半年多 带孩子成长 你看当时这封信里边呢 还有这样一句话 说对你而言 学习方法是三句话 以教材为核心 各科有学习计划 效率靠敬脑 那么我就是用这三年 用这种方法 带孩子 成绩中考高考都非常非常好 这个 因为我的孩子呢 他也是一个中等 偏下的孩子 不管是成绩啊 各方面 后来呢 成为非常优秀的孩子 我就是用这三计划 当然这三计划呢 它的背后呢 有很多 这个内容 那么以教材为核心 就是我们弟子规里边的 方读词 勿目比 词未中 比勿起 各科有学习计划 那么就是宽为宪 仅用功 功夫道 智色通 效率靠敬脑 那就是读书法 有三要 心眼口 性接药 所以我看了之后 我这么多年带孩子 只不过就是 弟子规的三句话 就解决了 所以后来呢 我又看弟子规 那么弟子规的 于律学文 十二句话 一百四十四个字 里边呢 一共有十四种 学习习惯 再加上我们 翻译中 而且人 后来呢 我就提炼了 这个十六种 学习习惯 这样呢 我也给大家 这个 看一眼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培养孩子 特别是我们家长 也就是培养孩子 良好的 学习习惯 培养孩子 良好的德行 那么学习习惯 到底有哪些 这里边呢 我们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我看 弟子规 于律学文呢 就基本上讲 讲清楚了 所以 我们来看 十六种 阅读立志 谦虚 严谨 准确 反思 坚毅 那么 有秩序 深端正 新专注 自工整 教材核心 定义计划 爱习书籍 工廷老师 一共呢 有十六条 那么十六条 在孩子的 不同时期呢 我们培养他 不同的习惯 所以后来我也到各地呢 去给大家汇报 讲课 培养孩子 这些方法 也无非 就是照着弟子规 是十六种方法 去培养孩子 那么 所以后来呢 对弟子规 就升起了 无限的信心 特别是前边呢 我们六项 小T 锦 信 范纵 亲人 德行培养 里边包括定力 所以这样的话呢 教育的三个方面内容 就是孩子的德行 定力和科学知识 就是才学培养 那么基本上都有了 而且又非常简单 非常 这个明了 所以对弟子规呢 升起了无限的信心 那么 是因为这样一个 自己一个经历 所以就要 有这样一个发愿 一定要去弘扬 这个中华文化 传播弟子规 那么自己三年带孩子呢 有三点体会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 不教是肯定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我们的德语 就是八德教育 伦常教育呢 是弱化的 尤其是在我们学校 那么孩子不教 没有德性 那么肯定会 将来人生会犯错误 会有硬伤 等到有诱伤之后 我们再回头 再来去补救 就已经显示很大了 所以没有必要 那么 再一点呢 那么 现在呢 我们作为家长 制药 没落交死 就家长如果没有教孩子 我觉得呢 我们是没有尽到责任 没有敦伦信奋 所以孩子不教 是不行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现在的孩子 确实很难教 一个呢 是我们现在呢 整个的社会风气 对孩子成长不利 再加上我们的家庭环境 特别是比如我们父母 自身的德性 我们的家风 如果不是很正 那么对我们的孩子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看 比如说孩子 刚才我听潘老师讲 那么现在这些孩子 这个这八德 特别是我们恭敬 孝 礼 就是这个礼敬 还有联 就是节约 这些方面 是因为家长做不到 所以孩子 你怎么讲 他是看到你 那么表演给孩子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孩子也会走向歧途 所以家庭环境也不好 再加上呢 这个教育确实有规律 我们不能是凭空想象 再加上 如果我们缺乏智慧 确实 这个 教育的方法呢 找不到 那么孩子是很难教的 再一点呢 就是孩子是一定可以教好的 人人可以成为圣仙 只要是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知道了内容 那么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圣仙 因此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家长 我们在座的很多教育工作者 要坚信 只要是我们按照中华文化 按照地主规的做法去做 你的孩子呢 一定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人 好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缘起 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我们在2008年12月27号 到中国教育协会 立项为 这个国家科研重点课题 那么这个课题呢 是我们 从95到15到15 过渡到125 一个持续研究 以文明理为主题的一个科研 重点课题 这个课题呢 当然有编号 然后我们有课题负责人 这个大家要 因为可能 很多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呢 不是特别清楚 国家的课题呢 那么就是说 是一个科研课题 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不是一个行政命令 是一个科研课题 我们希望 通过科研课题的 这个运作呢 搭建平台 完善课题内容 那么使我们 德意教育 实效性 在中小学 有一个抓手 那么这个课题 我们是整合了 国家第一位 礼仪特教师 目前也是第一位 也是唯一的一位 礼仪的特异教师 那么贝老师呢 也是我们国家 第一套幼儿园 到高中礼仪教材的 这个住者 那么另外呢 我们把教育部 原来基教师德意处的 孙主长 就是孙学测老师呢 也作为我们的 学术总顾问 当然课题组呢 还有大量的 这个全国各地的 这个德意专家 包括我们很多 中华传统文化的 这些老师们 这个课题 我们主要是想 在全国建立三百所 一百所的幼儿园 一百所的小学 和一百所的中学 开展与弟子规 德意教学研究 为代表的 那么中华文化 此刻提的 推广工作 另外一个最重要呢 就是建立一批 全国校园礼仪 中华美德 这种高级讲师队友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中华文化的传播呢 是缺乏老师 我们现在呢 想通过课题 这个建设 在全国打造一批 那么这样 致力从事于 中华美德教育 校园文明礼仪教的 像一些老师 那么去 去做了一下工作 当然呢 我们还出版很多的教材 因为教学 有三样素 就是教法 教师和教材 现在我们的教法有 我们的 这个教材也有 现在呢 缺乏的是教师 比如我们这个 地子规 系列子课题 这个是由我们北京 陈静河教育机构 在承接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呢 我们有九种的教学方法 比如说音乐 比如说我们经典诵读 比如说汉字 还有动漫 以及太极拳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都有很好的 一些教学方法 也有配套的一些教材 那么这样的话 到学校去推广地子规呢 就有更多的一些抓手 比如说我们的音乐教学啊 我们的书法作品呢 我们的汉字啊 音乐啊 动漫啊 等等一共九类 那么这个课题呢 在今年三月份 被中国教学会 批准立项以后呢 允许在全国 发展子课题 建立实验校 我们做了这样几项 大型活动 一个是5月23号 26号 我们在全国的教育系统 有400位中小学的校长 幼儿园园长 那么做了一次公寓的讲座 就像我们企业一样 我们也请这些老师 包括我们丁老师啊 好多这些老师呢 去做我们的讲座 另外大家这几天也在听 这个比如说我们王岐老师 到大庆 我们也去 大庆呢 是油田教育中心的 下属93座学校 有中小学 还有职业学校 每个学校一个校长 一个德裔校长 再加上三名骨干 这个班主任 我们做了三天的 这种培训 都是公寓的 另外呢 我们前不久 在南京召开了 中国班主任大会 有1300万位 全国各地中小学的班主任 那么我也去讲 就是讲 例行圣传教会 这个陪伴孩子成长 那么大家呢 也非常感兴趣 另外呢 我们今年10月份 会在北京呢 做全国 这个总课题的提醒大会 那么到时候呢 我们会给全国第一批 实验基地挂牌 那么这些活动呢 这个比如说这是第一届 校园文明礼论坛 这次大会 那么 我想呢 这是一个简单情况 这项工作呢 应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 现在把它做下来了 我现在倒觉得 这个责任很重大 这个事情呢 也非常有意义 那么这个中的呢 大家知道 应该是政府的行为 我们现在做呢 只能是尽我们的权力 尽心尽力 因为是好东西 哪怕是我们的想法 哪怕是只有一个孩子 一所学校 一个幼儿园 能够接受这种教育 我们的课题组呢 也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我想呢 我们是一心一意去做 这个大问耕作 这个不问收获 那么希望呢 在座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仁 也能够加入这个行列 我们共同呢 去为传承中华美德 这项伟大的事业呢 尽心尽力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李先生的分享 好 我们下面请胡董做点评 李总啊 最后说了一个呢 这个体制内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确确实实很关键 其实像我们这些 游离于体制之外的 这些民办企业 这些老师们啊 这些企业家们 做的这些工作 最后归根到底 还得落实到国家的 这个体制内的层面 那么大家就说 为什么国家现在 好像好像对这件事情 呃 老是这个 呃 没有启动 或者不够系统 或者力度不够大 呃 大家有这种 着急的感觉吗 有 对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办法 哈哈哈哈 大家想知道这办法吗 呃 求感应 人以善感 天以服应 人以恶感 天以灾应 我们向谁求啊 向我们的真心求 求什么 怎么求 方法是什么 制成感通 啊 我们如果说 今天国家对弟子归不重视 或者弘扬的不得力 问题不在国家 千万千万被埋怨政府 问题在于我们的心不成 没有感通他们 啊 我们要反求诸己 什么时候等我们的心成了 制成感通 弟子归要救中国 人以善感 天以服应 我们求感应 求感应第一步 自己做到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